记者许一群,台北报道大型歌唱选秀节目《生灵之王》第一季府落幕,夺下第七名的冯文璇在节目中总示展。 现饶蛇女将的形象,其实许多观众对她并不陌生,因她曾参加过其他选秀比赛,同样有获得不错的成绩。 不同的是,她以往并非走饶蛇路线,而是因为曾被评审,说她没有特色,所以这次她转换歌路,重新再出发。 冯文璇在节目中拥有浓厚的个人特色。 记者李玉康社刚满24岁的冯文璇,曾在超级偶像发获得第七名,在IWANT新势力夺下第四名,更曾演唱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主题曲《拥抱世界拥抱你》。 她从高中开始了漫长的追梦之路,虽然首次参加节目还选旧舞,功而返,不过努力不懈的结果,也造就了她的实力与经验。 妈妈一直是冯文璇最强力的后盾。 图,记者李玉康社冯文璇生长于单亲家庭,妈妈一直是她最坚强的后盾,也是她最忠实的粉丝。 她笑说,妈妈每次都会守在电视前观看播出。 不过,她也说道,高中参加节目很担心服装的问题,不想让妈妈有压力。 但妈妈就说放心去做想做的事情,妈妈都支持你,这也是我走到现在最大的动力。 冯文璇虽然先前在别的节目拿过不错的名字,不过并无因此让演艺之路变得顺遂,她依然记得近五年前评审所告诉她的,要是住去找寻自己的特色,不然没有人会记得你。 这残酷的谦言,让她一度想放弃,我困惑了半年时间,不想再走了。 但她后来想通,梦想就是贵住也要把她走完。 冯文璇透露选唱王子的新衣的原因。 五,记者李玉康社她在生灵之王总决赛演唱王子的新衣。 除了是要向最近配的导师肖敬腾致敬,也是象征自己的蜕变。 其实她先前在别的节目中都是走抒情歌路,为了突破,找到自己的特色,她以饶舌女江的风。 隔登上这舞台,这首歌含义对我来说,就是想要穿上我新的衣服,让大家看到新的我。 点